每賣一台外接螢幕 就少一台A7S3遭受殺害認同 請訂閱分享 大家好我是布萊 說到外錄機讓我想起一年前 我第一次使用PORUS ROLE 讓FS5成為完整的電影機系統 當時使用的是VALTIMUS 獵犬將軍 搭配強大三猴冰空場的改裝套件 整套穩定設備變成雷神之鎚 絕對是封城在家健身的好東西 為了解決重量問題 我一直在關注5吋的記錄器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忍者5 PRO KIT 對就像大家看到的 FS5不能用 那我們這一期節目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開玩笑的 人之鎚不僅是一台具有1000nits高亮度的HDR螢幕 更是一台可以解放RAW的記錄器 PORUS或者是H265等規格檔案也都支援 讓許多相機因此可以多一個敗家的理由 像是Sony的A1 A7S3 FX3 或者松下的S1H ZCAM等等 那作為一個5吋螢幕 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就是監看 如果今天帶著一個無反設備 裝著比機身還要大的螢幕 那實在太浮誇了 所以為什麼我買烈焰將軍 卻很少帶出門 大陸是在攝影棚中使用 或者是上打擊器作為監看 7吋的烈焰將軍本體重就有750克 加上兩顆750的電池 絕對不會想要長時間拿來手上 如果裝上穩定器更是難上加難 角度厚度還有會卡住的問題 加上重量太重 使用怪手的風險也會很高 小型製作或者單名作業 5吋的外界螢幕才是使用的大小 其實我以前不太覺得需要使用外界螢幕 因為機身上的螢幕其實已經很好用了 但是使用單反或者無反的朋友 一定有體會過某些機身的螢幕 就像近視眼般的一個清晰度 手動合膠都要用人品來做賭注 加上早期沒有翻轉螢幕的時候 肯定使用上非常頭痛 就算現在有了翻轉螢幕 依然存在了一些問題 像是會卡到線 還有怕人家撞到螢幕 結果整個折斷 以及在太陽底下依然看不到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一個好的監看螢幕 必定要有幾個要求 亮度要足夠 後面要清晰 操作要快速 以及有影視常用的輔助功能 忍者5是一個5.2吋的顯示器 整個外殼有進出打造 階質度跟質感都提升許多 上下各一個標準羅牙 以及ARRI定位孔 提供HDMI 2.0 IN-OUT 如果購買Pro Kit 裡面會多出一個SDI一進一出的轉接器 並且包含SDI RAW的訊號 還限量贈送4K Connect轉接器 這個東西它可以把相機的訊號 直接連接到電腦 就是讓相機直接成為直播鏡頭 或是透過記錄器送出訊號給電腦 如果你購買的是將軍器 就可以進行4個訊號的切換 就像一個小型的導波台 整個設備很精巧 內部有很大的主動散熱器 側邊不管是電池的位置 或者是硬碟安裝的位置 都打在一個斜邊 留下散熱用的通氣孔 不過都什麼年代了 這個螢幕還留著這麼厚的黑邊 希望未來可以慢慢朝無邊螢幕來邁進 因為大半部分都是用金屬製造 所以空重來到360克 手感真的很紮實 我最早買的ALTAMAS 是以記錄器為目標 不過作為小型監看螢幕 ALTAMAS也不是省額燈 螢幕的特性首先講講亮度 亮度與耗電及發熱是呈正相關 但是亮度這回事 你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 在戶外的時候 決定你是這樣還是這樣 而且HDR螢幕最低要求是600nit 才可以顯現出真正的高光 以及低光細節 然之五峰值亮度為1000nit 雖然不是到將軍7 超高亮度的3000nit 實際上白天使用還是很足夠的 螢幕解析度1920x1080 也就是4HD IPS 8加2bit 一晶顯示技術 大家可能想這麼一個專業的螢幕 結果解析度才4HD而已 到底夠用嗎? 其實螢幕解析度的重點 在於使用距離 以及PPI 就是像素密度 並不是一味的追求高像素密度 還要考慮正常使用的距離 就像大家應該不喜歡做第一排看電影吧 當距離越遠 像素密度的要求就越低 打到一定的距離 我們人眼就很難辨別單個像素點 依照我們人眼的感知細胞來回推 一個視力很好的成人 可以分辨的極限解析度 大概是一個角分 平均解析度大概是兩個角分左右 那人類最近的視覺距離大概是10公分 那我自己量過我自己 是12公分 極限的視角之下 眼睛的解析度可以看見0.00058弧度 換轉之後我的眼睛在12公分的距離 可以看見大概是70個μm 的物體 也就是0.07mm 經過換算後 解析度大於370ppi的螢幕 對我來說就是視網膜螢幕 解析度再高我就無法分辨了 我們常見的iPhone視網膜螢幕 解析度大概落在360到360左右 iPhone 7 Plus 5.5吋螢幕解析度也達到400ppi 而忍者5 5.2吋螢幕達到了427ppi 所以使用起來就像看著手機畫面一樣清晰 所以4HD的解析度非常夠用 攝影師最在意的色準是由這塊很重要的螢幕來擔當 iPS螢幕是大陸數影像工作者會選擇的液晶結構 主要是擁有多視角下不色偏的一個特性 因為iPS的結構會造成露光的一個缺點 所以黑色天生不太黑 忍者5在斜邊看的時候就會有一點露光的現象 所以色準會跑偏 但是在正面側面或者上下看都可以維持非常好的畫面品質 一個好的螢幕不只是面板好就足夠了 每次開機都能夠跟上一次顯示相同的色彩 這樣的色彩穩定度要求是非常高 如果可以校色就可以將你所有的螢幕統一色彩規格 這些Atomus都做給你了 不過你還需要購買一條Atomus的連接線 你只要連接i1在電腦上 再接上你的忍者5就可以進行校色 身為一個監視器 它該有的內容就是輔助功能 峰值對焦各種示波器 還有套用Lots的功能 或者是有各種曲線參數來預判後期過後的畫面 對於拍攝Log來說就非常重要 操作上有非常流暢的一個觸控 反應速度也很快 畫面可以上它翻轉 實際大熱天35度的氣溫使用 可以讓整台機器成為最熱情的一部分 因為整個機身是金屬 所以熱會完全導出到外面 拿的時候切記小心 真的很燙 在最低亮度下使用就有40度左右 而調整到最高亮度可以達到歡熱的50度 不過機身內部有主動散熱風扇 不用擔心會過熱或影響設備的問題 散熱風扇的聲音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風扇是依照溫度來調整轉速 最高轉速時聲音還真的不小 如果使用的是機頭麥或者是機內收音 螢幕又放在機身上的話 那收音影響就要拿入考慮 如果螢幕離麥克風一段距離 那就不需要理會這樣的問題 還有一個比較有感受的問題 忍者5的耗電量會比一般螢幕來得大 主要是因為高亮度螢幕本身就是個吃天怪獸 不管是哪一家廠商都一樣 加上它不僅是一台螢幕而已 如果使用正常的F750四星電池 原廠提供可以錄製兩小時的4K60P檔案 不過實際上使用最高亮度大概一小時就差不多了 更何況大部分人是買不下手Sony的原廠電池 副長電池的電芯虛標程度很大 實際電量大概4000毫安小時不到 如果使用外接高亮度螢幕 更會感受到電量不足 忍者5機身沒有DC的供電孔 而是要搭配一個F假電池 就可以做DC的輸入 一個優秀螢幕如果只賣個兩萬元 大概就是跟世界頂尖的外接螢幕差不多價格 不過如果加上可以外錄的功能 是不是感覺划算很多呢 為什麼我們要使用記錄器 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你可以錄製比相機內更高規格的檔案 還有可以降低相機跟電腦硬體的壓力 有許多設備都提供外錄高規格檔案 像是Sony 從最早的A7S 就提供外錄功能 可以錄製422 8bit 4K30P的影片 最新的Sony A7S III 提供外錄4.2K Porridge RAW的規格 而Canon R5 雖然有內錄8K RAW的強悍性能 但是拍攝4K 60P都是會過熱 如果使用外錄機可以讓R5長時間錄製4K 60P都沒有問題 也算是R5過熱問題解套了一個方法 除了降低相機的壓力之外 如果你使用的是R5 R6 拍攝C-Log 422 10bit的規格 它會強制你使用H.265的編碼 這使你的電腦硬體壓力就會變大 如果靠外錄機拍攝的PORridge 422 針內壓縮編碼檔案 你只要使用的是SSD作為剪輯硬碟 不需要太好的剪輯設備都足以應付 只是針內編碼造成的檔案相對大得多 所以記得要預留足夠的容量即可 R5因為小型化機身 所以開發了特規的AUTUM X SSD 不過舊款的SSD依然可以使用 AUTUM X 使用SATA介面 最高提供500MBps的傳輸量 跟你使用一般的SSD有相同的速度上限 這次借到了A7S III 拍攝了10.2K RAW 像啊 這個RAW其實也不是Sony的原真RAW 依然是經過壓縮編碼的PORridge RAW 之前一集有講PORridge RAW的處置體驗 大家可以回去看看 A7S III 16bit RAW輸出 在忍者5裡面轉換成12bit A7S III內錄只能拍攝UHD的規格 外錄就有DCI規格可以使用 4.2K RAW是全CMOS採樣 搭配忍者5中為S3設計的裁接功能 它可以裁接成DCI或者UHD等格式 這是我試機完之後才發現的功能 所以沒辦法測試給大家看 使用A7S III輸出4K60P PORridge RAW 總能量來到了1800Mbps 如果是拍攝PORridge RAWHQ 流量就會達到2400Mbps 拍攝RAW的特性就是可以看到所有的拍攝參數 所以你就不用猜想當時拍攝的參數是什麼 在後期處理可以依照需求來調整對應的參數曲線 要開啟A7S III RAW的檔案 除了更新到最新的Premiere 另外要下載Apple的RAW解碼 你就可以開心使用解封印後的A7S III 不過如果你是達芬奇的用戶 很抱歉 那沒辦法支援 必須從Premiere或者是Final Cut Pro 來進行初步的轉檔 再進到達芬奇調色 另外在使用過程中發現一個問題 R5無法進行直接連動錄影 所以錄影按下錄影鍵 它並不能啟動記錄器 A7S III雖然有開啟HDMI控制 但是拍攝RAW檔時依然無法連動 它不像A7S III拍攝Porex 422的時候 可以直接連動 希望未來可以透過熱體來進行更新 使用外錄拍攝過程中的參數設定 還是得回到相機螢幕來看 觸控對焦也是要回到相機螢幕才能操作 所以使用外接螢幕 手動對焦相對會比較有利一些 如果可以支持連動相機操作 那真的就太完美了 R5的優點其實很明顯 結實的機身 強大的性能 優質的螢幕 缺點就是耗電熱度高 那買這樣一個外接螢幕 還有一件事情讓大家會特別有感 架構 R5就算買了ProKids 還是有很多周邊會需要架構 HDMI線 電池 怪手 或者是原台 如果你買單機版 SDI RAW的功能 還必須付費開啟 但是不管哪個版本 如果你想要拍攝最新的H265格式 都要在滑線開通 如果是你會想要架構嗎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今年即將推出的 忍者5PLUS 會提供 R5 8K RAW 以及SONY 和ZCAM的4K 120p RAW的外錄 還有支援更多專業的電影設備錄製 不過價格也是非常專業 1499美金 這真的是專業用戶 才會想投資的項目 有機會再借來跟大家分享 有機會再借來跟大家分享 優質的監看螢幕 絕對是一個好選擇 那感謝正成提供ProKit 來給我們做評測 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點讚、訂閱、分享 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 那我們 下期再見